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选股方面 我也知道过去一段日子 有很多跌幅几成 Kenny有什么意见 在深度调整的板块里面 找回一些机会 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判断 这是一个反弹 很简单 因为其他的投资者 也会这样想 如果你真的拨反弹 你不会拨那些三四线 那些非主流的东西 通常你会选一些 成交够多 跌得够深 变成我出入快手 质线K有什么变化 我马上走一次 所以我看这个表 会看到 今年以来 有些主流的板块跌得很厉害 生物科技 手机股 ATMX 我等同一个科网 车股跌得多 赌股 其实呢 如果你说上个星期三四 就跌得更加多 这些属于主流的板块 成交又多 如果你说真的做一个反弹 我会建议你这五类 这五个板块 主流板块 是特别留意多些的 相反呢 你说去到一些 什么物馆 餐饮这些不碰主流 可能真的玩得少 因为刚才Debbie说得好 反弹市是很难玩的 尤其是有些说法就是 我们开始想一下分住 反弹市老实说 你都不知道 就是弹了多少 第四个反弹市 第四个反弹市 弹了二十几天 你分十七柱卖 可能你还没买到第三柱 那市弹完 那变成了 你分这么多柱卖 那一分钟 你买多少柱 你没埋顶 做得不好 嗯 如果再细致一点 因为板块里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股份 对吧 有些有盈利 有些没有盈利 有些有股仔 有些盈利下调幅度 未来还会相当大 如果我们按之前 恒指成分股里面66个 拖得恒指最深最惨的那些 亦都有些 我见今个星期 也将会有业绩 不知道分析员会怎样写 你这样去参考这一名的股份 你又觉得好吗 我会用来做相反的操作 就是说 OK 我在想今次这个会反弹 OK 反弹我看到哪些是主流股份 和跌得三成家活跌 那我就看看 哇 原来呢 过去的市场曾经跌过这么多 那原来这一堆呢 这十只所谓妥衰架 原来哪些影响 就是陀国家陀佛最坏的呢 咦 发现有几只是主流的科网 那我又会立刻论 嗯 那有机会呢 这个可不可以帮到市反弹呢 反弹呢 可以帮回头呢 所以我会比较特别留意 头那十只 尤其是可能头那五六只呢 原来这几只是影响市最重要的支持 如果能够市场回到23000至24700 喂 那哪些股可以带回到市场呢 那我会看这些 那我们是用一个 相反的思维呢 去做这个操作的 那这个表呢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呢 去看看 哦 原来哪些股呢 最近是影响了市场最多的 还有呢 除了调整心 还有在股借的因素方面呢 其实他们是不是都 即是未来的盈利行復和未完呢 即是未来你们会怎样去分析 或者跟客人说究竟他们是否值得买 还是怎样的这个故事呢 那我呢 就是作为一个熊富仔的分析员出身呢 我一定是值得数字的 就是我不会说 爸爸妈妈由几百元跌到一百元 跌到几十元就叫做很便宜 看起来估值 那这个图呢 我是天天看着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的呢 我们将 撇除了那只 那只M字头那只的 有市盈率 主力那四个加起来 加起来 那个市盈率 你会看到综合市盈率 我们上个星期呢 15号呢 曾经一度跌到13.5倍 真是平到震的 那接着一个很大的反弹 去回到大概18-19倍 那我就用回你和我会想 究竟他有几把炮 可以反弹到几高呢 那我会这样判断 一个过去那一 这五年的平均 大概28倍 不要想 不相信他可以在短期 甚至一两年之内 可以修复回 这些这样的估值 跌伤了的了 那变成了 这个呢 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反弹绝对是一个 会夹住了 我不是说他会反弹上去这个位 意思是他反弹不了 这个位 可能去到20 20 23可能会见 那所以呢 我会天天看着 大家也可以估计一下 大概有多少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觉得去不到28 去到23 那样 如果是这样算 可能还有大概两三成的空间 让他反弹 但是这个图 很帮助我们 不要想太多 可以去到